大家好,欢迎来到《魔科无量》。 生活中,情绪如同一股无形的力量, 时而温柔如春风拂面, 时而狂暴如狂风暴雨。 我们每个人都经历着各种各样的情绪波动, 有喜悦和欢笑,也有忧愁和沮丧。 然而,如果我们不学会掌控自己的情绪, 特别是愤怒这种消极情绪, 它将像一只蛮横的野兽主宰着我们的内心, 带来无尽的痛苦和后悔。 愤怒是一种强烈的,具有破坏性的情绪, 当它主宰我们时, 我们往往会做出一些后悔的事情。 在愤怒的冲动下, 我们可能说出伤人的话语, 做出冲动的行为, 甚至会对自己或他人造成伤害。 愤怒就像是一团燃烧的火焰, 一旦被点燃,便会迅速蔓延, 烧毁我们内心的平静与理智。 我们应该明白, 愤怒并非不能控制的情绪。 如果有人做了让我们生气的事, 我们就觉得很痛苦。 往往想,以同样的方式激怒对方, 让他也同样受苦, 如此自己便觉得安慰。 谢,我们会想, 你害我那么痛苦, 我要惩罚你, 给你一点苦头, 吃。 只要看到你痛苦, 我就会觉得好多了。 许多人都相信这是幼稚的行为, 但实际上, 当你使对方痛苦时, 他也会反击, 好让自己舒坦些。 结果双方的痛苦不断加深, 谁都得不到好处。 其实这时, 你们最需要的是慈悲与帮助, 没有认, 何人应该得到惩罚? 当生气时, 回到你的心, 好好地照顾愤怒。 如果有人让你痛苦, 你就回到自己的痛苦, 好好地照顾他。 这是什么都不必说, 什么都不要做, 因为生气时的言语或行为, 只会给彼此带来更多伤害。 大多数人都不会如此处理愤怒, 因为我们不愿回到自己, 只想抓, 助对方好好地惩罚他。 想想看, 如果你家着火了, 最重要的事是回家灭火, 而非追纵火的嫌疑犯。 如果只想去追打纵火嫌疑犯, 房子很快就会烧光, 这就太不明智了。 这时真正该做的事, 是回去灭火。 同样的, 当你很生气时, 如果还一直与对方争论, 甚至想要惩罚他, 你的表现就如同那个追纵火犯的人了。 吸火的工具, 佛陀已经把熄灭怒火的工具传授给我们, 那就是念念分明的呼吸与走路, 拥抱愤怒, 深层地观照认识的本质, 以及深入的, 看到对方深受其苦, 也需要帮助等不同方法, 这些都是由佛陀之, 皆传授且是非常实际的方法。 所谓念念分明的吸气, 就是清楚觉知空气如何缓缓地进入体内, 而念念分明的呼气, 就是清楚觉知身体正将二氧化碳排出去。 当念念分明的呼吸时, 你会感觉自己于四周的空气、身体, 渐渐地联系在一起, 因为注意力完全地放在呼吸上, 你与你的心也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只要一次念念分明的呼吸, 就可以将你内在的自己与周遭的事物 重新联系在一起。 接着, 再念念分明的呼吸三次, 这种紧密的关系就可以维系下去。 不论何时, 你若不是站着, 坐着或躺着, 就是在走路。 但是, 你要走到哪里去呢? 其实, 你已经到达, 只要跟随这步伐, 就可以走在当下, 走到净土, 走入天堂。 当你从一个房间走到另一间, 或从一栋大楼走到另一栋时, 试着感觉脚与大地的接触, 当空气进入身体时, 试着觉察身体与空气的接触, 这能帮助你发现, 在每吸一口气或吐一口气时, 都能自在地走路。 当吸气时说吸, 当吐气时说吐, 如此以来, 随时随地都可以练习行产。 这就是修行, 你随时都如此做, 因而有能力转化生活。 许多人喜欢阅读宗教书籍, 或践行某种仪式, 但是他们都不太想真正地修行。 其实, 无论属于哪一种宗教, 只要我们愿意身体力, 行, 愿意真正地修行, 所学习到的教导, 都具有转化内心的能力。 修行可以将心中愤怒的火海, 转化成清凉的湖泊, 一旦我们内心得到转化, 不只能停止受苦, 也会成为身边的人快乐与幸福的泉源。 我们生气时, 看起来像什么? 当分怒生气时, 拿出镜子看看自己, 这时的你一点都不可爱, 脸上的肌肉紧绷, 看起来就像颗随时引爆的炸弹。 你可以看看正在生气的人, 当看见他全身紧绷时, 你会开始害怕, 因为他内心的炸弹好像随时都会引爆。 所以在生气时, 自己照照镜子, 这会给你很大的帮助, 它将成为敲醒你的正念之中。 当看到自己生气的模样, 你就会生气想要改变的动力, 知道必须做些什么让子, 即看起来更漂亮一点。 这时的你不需要任何化妆品, 只要平和, 冷静地, 呼吸, 心存正念, 保持微笑。 如果你能如此练习一两次, 就会愈来愈漂亮。 你只需要面对镜子, 冷静地吸气, 微笑地吐气, 立刻就会感到如是重负。 生气虽然是种心理现象, 但与体内的生化元素息息相关。 因此, 生气会立刻使肌肉紧绷, 但是一旦知道如何微笑, 身体就会开始放松, 怒气也会渐渐消散。 微笑可使正念的能量从内心生气, 帮助你接受愤怒。 古代皇帝, 皇后的臣子们都得随身携带镜子, 因为当皇宫贵, 足要照见时, 他们都得看起来完美无瑕。 为了保持这礼节, 他们会随身携带装小镜子的颈囊。 你也可以试试看, 随身带面镜子, 偶尔看看自己正处于什么心境下, 在念念分明的呼吸几次后, 对, 自己微笑一下, 紧张就会消失, 而觉得轻松多了。 用正念的阳光拥抱愤怒, 愤怒就像是个大声哭闹的婴儿, 痛苦而不断哭泣。 所有的孩子都需要母亲的拥抱, 而你就是你的孩子, 愤怒的母亲。 当开始练习念念念分明的呼吸时, 你就聚集了母亲抚慰, 拥抱孩子的能量。 然后, 以这个能量好好地拥抱愤怒, 继续练习吸气, 吐, 气, 你的孩子很快就会得到解脱值, 解除烦恼, 摆脱束缚, 从而获得身心自由。 我们知道, 所有植物都需要阳光的滋养, 对光源也很敏感, 凡是获得阳光拥抱的植物, 都会经历内在的转化。 清晨时, 花朵含苞袋放, 直到太阳升起, 阳光开始拥抱它们, 慢慢地进入它们。 阳光是由微细的光子所组成, 光子一个个慢慢地进入花朵, 直到整, 朵花都充满光子。 这时, 花朵便不再抗拒, 而绽放在阳光下了。 同样的, 身心构造也对正念非常敏感, 如果正念拥抱身体, 身体就会得到转化。 同样的, 只要正念能拥抱愤怒与绝望, 它们也会得到转化。 根据佛陀的教导与自己的修行经验, 我们的解认, 核实物只要经过正念能量的禁音, 就会得到转化。 愤怒就像一朵花, 刚开始时, 你可能不了解它的本质或起因, 但如果你知道如何以正念的能量拥抱它, 它就会开始对你开启心、 放。 你可以坐着, 慢慢地数呼吸或练习行蝉, 慢慢地聚集正念的能量来拥抱愤怒。 只要十到二十分钟, 它就会自然而然地在面前释放开来, 突然之间, 你就会看到它的本质。 你将发现, 它之所以已升起, 可能只是因为错误的认识, 或缺乏纯熟的禅定功夫罢了。 烹煮你的愤怒, 为了让愤怒的花朵绽放, 你需要保持正念一段时间。 这就像在煮马铃薯, 当你把马铃薯放在锅子里, 盖上锅盖, 放到炉子上, 即使把火开到最大。 如果只过五分钟就熄火, 马铃薯并不会熟, 你必须让火继续烧食物, 二十分钟才能将它煮熟。 然后打开锅盖, 就能闻到马铃薯的谜, 人香味。 愤怒也是如此, 它需要经过烹煮。 刚生气时, 愤怒是生的, 就像一颗生的马铃薯, 很难下咽。 但是如果你知道如何照顾烹煮, 它愤怒的负面能量, 就会慢慢地转化成 具有正面能量的了解与慈悲。 相信我, 你一定做得到, 不是唯有菩萨才能做到, 你也能将愤怒的垃圾 转化成慈悲的花朵。 其实, 一般人在十五分钟之内就 能成功地转化愤怒。 唯一的秘诀就在持续地练习, 念念分明的呼吸与走路, 以及慢慢地聚集正念的能量, 拥抱愤怒。 以柔软的心拥抱愤怒, 因为愤怒不是你的敌人, 而是你的孩子。 就如同你的胃与肺, 每当他们出了问题, 你不会想丢掉他们。 同样的, 对待愤怒也是如此, 你能接受它, 是因为你相信自己能把它照顾好, 并且将它转化成正面的能量, 将垃圾转化成花朵。 懂得使用有机肥料的园丁 一定不会丢掉垃圾, 因为它需要它, 它可以将它转化成堆肥, 堆肥又可以转化成蜗具, 小黄瓜, 萝卜与美丽的花朵。 身为修行人, 你就像是个懂得使用有机肥料的园丁。 愤怒与爱同样具有有机肥料的本质, 它们都可以被改变。 爱可以转变成仇恨, 这一点你们都很清楚, 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经验。 当一段感情刚开始时, 我们会为对方付出许多爱, 因为我们爱得如此强烈, 甚至相信没有对方就活不下去。 但是, 如果未练习宝, 持正念, 大概只要一两年, 爱就会开始变成仇恨。 我们对它的感却完全改观, 毁绝得厌恶而无法在一起生活, 离婚变成为唯一的选择。 爱情变成仇恨, 花朵变成垃圾。 如果这时你有正念的能量, 就能看到垃圾的本质, 然后对自己说, 我不怕, 我可以把垃圾转变成花朵。 如果你在心中看到产生垃圾的因子, 例如害怕, 绝望或仇恨, 请不要慌张。 身为懂得使用有机肥料的原丁, 修行人, 你可以念, 对这负面的情绪, 我觉察到心里的垃圾, 我要将它转化成可以, 让爱重生的肥料。 对修行有信心的人, 不会想从一个困顿的关系中逃顿, 当之, 到如何专注地呼吸, 走路, 坐下, 吃饭, 你就可以聚集正念的能量来拥抱愤怒与绝望, 只要拥抱它, 就可以让心获得释放, 当你继续拥抱时, 就能深层地观照它的本质。 所以, 这样的修行有两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拥抱并觉察, 亲爱的愤怒, 我知道你在那里, 我会好好地照顾你。 第二个阶段是, 深层地观照愤怒的本质, 了解它如何产生。 请不吝点赞,